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成本会计一下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各位同学再次收看成本会计的课程播出 在本讲次我们要跟同学介绍的是有关 成本数量利润分析这个主题 那在本讲次里面我们的讲座大纲 有下列这几下 第一个就是成本数量利润分析的意义 第二个就是有关损益两评分析 第三个是损益两评分析的变数 第四个是损益两评分析的应用 那以上这几个主题 我们将逐次来跟同学加以说明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是说 这个基本观念 就是有关成本数量分析的意义 什么是成本数量分析呢 成本数量分析就是 是指利用价格成本数量三则的关系 来进行分析 以作为决定达成议定目标利润 或维持基本上没有亏损状态时 所需要的销货水准 或者是销货金额的这一个 数量或金额的这个标准是多少 那我们要了解了这个成本数量 利润分析以后 我们他的意义后 其实我们可以跟同学在讲说 在实物上来讲 我们讲到成本数量分析 最常用的就是损益两评分析 那什么是损益两评分析呢 损益两评分析是指的是说 在寻求说当这个一个企业 他不亏不赢的状况之下 也就是说他的净利是为零的时候 他的销货金额或者是销货数量 是多少的水准 这个就叫做损益两评分析 那为什么要进行这个损益两评分析呢 因为我们做生意 第一个最起码的要求是 不可以产生亏损 因为你如果说亏损的话 代表的就是你这个可能长期下来 你会受不了你就必须要倒闭 那另外一个也就是说 那我们如果说大于这个 损益两评以上 才有可能产生我们的利润 也是我们利润的开始 所以损益两评分析 是我们在经营企业里面 所需要说我们一个最小的一个规模 是多少 这就是损益两评分析 它的一个目的 那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看的话 就是说当我们 如果说我们的销货 这个数量跟价格的时候 如果说当我们的销货收入 大于损益两评的时候 我们企业就有可能产生利益 产生利润 反之如果说销货收入 小于我们损益两评点的时候 那我们企业就可能会产生的是损失 就是产生亏损 那我们如果说这个了解 他们这个状况 我们以图形来跟同学家 以说明的话 就是说当我们的这一个 价格跟数量 在这个坐标轴上 横轴代表是我们的销售数量 那纵轴代表是我们的价格 那我们任何一个企业 你一个经营一定有一个固定成本 固定成本是 不论你销货数量 是多少的时候 它都是维持一定的金额 或者是这个成本 所以说它是一条跟横轴平行的一条直线 那另外有一个在 从这一个固定成本再往上增加上去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变动成本 那所谓变动成本 就是说会随着我们销货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的 这就是我们的销货成本 那固定成本再加上变动成本 这个就是我们的销货成本 那我们从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就是 我们的销货成本线 那我们销货成本线得到以后 我们另外还可以再随着我们的一个售价 我们通常是销货收入 会随着我们的销货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所以它是一条 从原点开始的一条 绿色的这个销货销货收入线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三条线就构成了我们的这一个什么 损益两平的这一个分析的一个观念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 当我们的销货收入跟我们的销货成本 两个相交的这一点 这一点的话就叫做我们的损益两平点 在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代表的是说 我们的销货收入跟我们的销货成本是相等的 那所以说这个时候是没有亏损 也没有利润的一个点 那在这一点的话 对应过来就是Q还有一个P的话 就是我们的这个销货收入 在我们那时候我们需要有的两平点 应该有的销货量有多少 那对应过去就是我们的价格应该有多少 那在这一水域两平点的话 我们这个销货收入线 如果说通过大于这个水域两平点 它这个是大于我们的销货成本 所以只要数量是大于这个Q以上 我们的销货收入的话 我们就会产生利润 反之如果说当我们的销货数量 没有达到这个水域两平点的 这个Q的这个销货量的时候 我们的销货收入线是低于 我们的销货成本线 所以我们就会产生亏损 所以我们从这个图的话 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 水域两平点它的一个观念这样子 那我们了解了水域两平点 它的一个观念以后 那我们来跟同学介绍的是 损益两平点它的一些基本假设 损益两平点它基本假设有下列这几个 第一个是说在优关的范围内 成本的收入与习性 是呈现性的关系 这个是一个基本假设 因为我们知道说事实上来讲 收入跟成本是未必是成直线的 但是我们在进行损益两平点 我们是把它假设在优关的范围内 它是成直线的 第二个假设是 我们所有的成本都可以把它 分为固定成本跟变动成本 这两大类 事实上来讲 这个也是一个 这现实也是不如 我们知道说成本未必有的时候 还有一些是介于变动跟固定之间 但是我们为了要分析 我们也假设说 我们的成本都可以把它 区分为固定跟变动这两大类 第三个假设就是说 固定成本总额在优关的范围内 它是维持不定的 就是刚才我们看的 它是一定要平行的这些直线 固定成本它是维持不变的 在优关范围内 那单位成本跟这个生产数量 是成反比的 因为它的总额既然是固定不变 但是你的数量如果越多的话 你的单位固定成本 当然就是数量越大 它的单位成本就越低 这是损益两频点的第三个假设 那第四个假设的话 就是我们的单位变动成本 在优关范围内 它是维持不变 请注意自指的单位的变动成本 是维持不变 但是你单位固定变动成本 如果是不变 但是随着总数量的增加 总额的话是成正比例的增加 这是我们第四个假设 那第五个假设是 不论我们售价或生产因素的价格 均维持不变 这个也是我们为了要分析的需要 所以我们把它假设它维持不变 那第五第六个的话 就是数量是影响我们成本的 唯一的一个影响因素 事实上来讲我们这个 也是跟现实不无 影响的因素很多 但是我们损益两平最主要 我们就在考虑的就是数量的影响 那第七个就是存货的水准不变 也就是假设我们生产跟销货的数量 是一致的 就是没有存货的问题 那以上这七点 是我们有关损益两平的 这些基本假设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下一段再继续跟同学介绍 损益两平它的变数有哪些 好 我们在上一段跟同学介绍了 有关损益两平分析的意义了以后 我们接着来跟同学介绍的是 有关损益两平它的变数 因为我们知道说损益两平的变数的话 是影响我们这损益两平分析的 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那我们知道说影响的变数的话 我们在这个进行分析的时候 我们需要说了解说 我们的损益受到哪些的影响 那我们在它的重要的变数的话 可以分成这一个下列这几个 第一个就是变动成本 第二个来讲就是固定成本 第三个的话就是总成本 总成本也就是我们的变动成本 跟固定成本这两个的相加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总成本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说 第一个是说跟大家介绍的是 变动成本 变动成本是指什么意思 是指说我们的成本会随着 产出或者是销售量的增加 而增加的成本 具有这样的特性的话 就叫做变动成本 通常包括的有直接的劳力成本 跟颜料成本 就是直接材料跟直接的 也就假设说今天如果说 我们企业停止营运的 在未来它成本就不会再继续发生 那如果说我们开始生产 我们的成本就会登比 这具有这种性质的就是 我们的变动成本 那我们可以以一个图形 来跟同学家来看的话 我们知道说当我们的数量 随着数量的增加的时候 我们数量是一个横走式数量 那中轴的话就是我们的变动成本 那当我们数量是100的时候 我们的变动成本是300 假设这样 那如果当我们的数量 变为200的时候 我们变动成本就变为600 那这样的情形 具有这样的特性的话 我们可以看出来说 我们的变动成本 是随着数量的增加 而等比例增加 这种叫变动成本 那这个是我们变动成本 如果说你把它画一条线 你就会发现说 那我们这每单位它增加的话 就增加了三元 这就是我们的单位变动成本 所以这我们的变动成本 就是指的是 会随着数量的增加 而等比例增加的 这叫做单位 这叫做变动成本 那第二个变数的话 就是我们要跟同学介绍的 就是有关固定成本 固定成本是指的是说 在一段时间内 不管你生产的 的数量有多少 它都是不会变动的成本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在攸关范围里面 如果超过这个攸关范围 它的这种固定性就不存在了 所以说我们固定成本的一个前提 是在攸关范围内 它是不管你生产数量有多少 它就是会跟着 固定在那边 也不会跟着变动的 这比如像我们工厂的机器设备 或者是我们的租金 这种的话 你一定的规模资料 不管你有生产没有 你生产数量有多少 生产多生产少 它的机器设备的金额成本 都是一样的 在有关范围内 这种的话就是我们的固定成本 那我们接着的话 第三个变数的话 就是总成本 那总成本指的就是 我们的变动成本 再加上固定成本 就是我们的总成本 那我们举个例子 来跟同学说明 例如甲公司 它生产一个单位的 变动成本是五块 那固定成本是一千块 那这个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这个甲公司的话 它的 它的这一个 生产数量 如果当它没有生产的时候 它的变动成本 当然是零 因为零乘以任何一个数字 所以它就是变动成本 但是它的固定成本 是即使你没有生产 还是要花的一千块 所以固定成本就是一千 它的总成本 就是变成零加 一千是一千 那我们接着再来看 如果说是 生产数量是五百的时候 那这时候来讲 我们的变动成本 因为你生产五百个单位 然后每一单位的生产成本 题目告诉我们是五块 就是五百这五的话 就是两千五 所以我们的变动成本 变成两千五 那我们的固定成本 是不随着你生产数量的变动而变动 还是维持在一千 所以固定成本还是一千 那这时候 我们的总成本就变成三千五 这是第二种 如果说我们的生产数量变成一千的时候 那依此类推的话 我们的变动成本会变成五千 然后我们的固定成本还是一千 那我们的总成本是六千 那当生产数量是一千五的时候 我们的变动成本会变成七千五 我们的固定成本还是维持一千 那这时候我们的总成本是变成八千五 那当最后如果说我们的生产数量是两千的单位的时候 我们的变动成本变成一万 然后我们的固定成本就是一千 那我们的总成本是一万一千 那从这个例子的说明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变动成本跟固定成本 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就是变动成本会随着生产数量的变动而不一样 但是固定成本是不随着你生产数量的改变而改变 都是维持在一个定额一千这样子 那总成本的话就是变动成本跟固定成本的总和 那因为变动成本会变 所以总成本也是会变 只是它变没有像这个变动成本 全部都是按照那个等比例的关系 那这以上是我们跟同学介绍的是 有关我们这个损益两频分析它的变数 我们介绍 那接着我们来跟同学要介绍的是 有关损益两频分析它的应用 那损益两频的分析的话 它的应用来讲 有几个方式 首先来讲我们先来看的话是说 损益两频分析 我们是它的决定是说 我们在损益两频的销售数量 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知道说损益两频 可以用数量来表达 也可以用金的 那我们先来看 用销货数量这一个观念来看 它的应用怎么应用呢 就是说我们损益两频它的销货量的公式是Q等于我们F除以 P减去VPR 那这里面来讲这个公式的由来 我们既然是在讲讲说损益两频的话 就是我们的销货额要跟我们的总成本是要相等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亏也没有赚的这一点 那我们这个公式的里面的意涵的话 这个Q的话是指的是我们的在这一个没有销货额等于总成本的时候 它的一个销货量应该是多少 那F的话是指的是我们的总固定成本 那P的话是指我们单位的售价 那VP的话就是我们单位的变动成本 那我们这个公式是怎么由来的呢 我们来跟同学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公式的由来的话是这样子 我们这个P乘以Q的话是等于我们的销货额 销货金额 因为我们的售价乘以我们的销货数量就是P乘以Q 就等于我们的销货金额 那我们刚才有讲既然是要随意两频 就是我们的销货金额要等于我们的成本 那成本的话就是我们的总成本加上变动成本 所以是等于P乘以Q等于F加上Q乘以VP F是我们的总成本 再加上Q乘以VP是我们的生产销货数量 乘以我们每单位的变动成本 就是我们的变动成本 固定成本加上我们的变动成本 就是我们的总成本 当总成本等于我们的销货金额就是损益两频 所以这个市值的第一列的话 我们就是这样子所记载 那这一个第一列的数字我们可以把它移向就变成 F等于做一个整理的话 就是F就等于P乘以Q减去Q乘以VP 就是把那个市值的右边的后半段 把它移到左边去 那加的话移到移向以后就变成减了 所以F等于P乘以Q减掉Q乘以VP 那我们可以把这一个市值的第二列的市值再做一个整理的话 可以把它的共同的都有的就是一个什么 Q拿出来 就是那边Q乘以夸乎的P减去VP 这个就是我们市值是这样 那如果说这个市值如果说我们得到了以后 我们可以再推导对变成是说 我们要的是要它的销货数量是多少 所以我们会得到是说Q等于F等于去除以P减去VP这样子 那我们了解了这个例子以后 我们举个例子来跟同学说明 比如说甲公司在第一年的销货 一页的销货收入是一百万 它固定成本是销货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 单位变动成本为售价的百分之五十 销售量为两千五百个 求它的损益两平的数量为多少 那我们可以把它带进刚才的市值的例子里面 我们会固定成本是等于一百万乘以百分之二十五 是二十五万 P的话就是一百万去除以两千五百个销售 所以每个单位的售价是四百 那VP变动成本就是四百乘以百分之五十 就是两百 那我们带进去会得到Q等于二十五万去除以四百减两百 会得到的是一千两百五十个单位 这就是我们损益两平的销售量 那我们跟同学先介绍到这里 我们在下一段的话 我们再继续跟同学介绍 另外一种损益两平的应用方法 我们在上一段的节目的时候 我们有跟同学介绍到的是有关损益两平应用的方式 是指我们计算损益两平的时候 它应有的销售量有多少 那接着的话 我们跟同学介绍损益两平的另外的一种应用方法 就是我们来决定的是 计算损益两平应有的销售金额 应该是有多少 那我们知道说其实金额跟数量 这中间只是差一个什么 一个单价再把它换算而已 那我们这个在使用上的公式上 我们也可以跟同学做这样子的一个介绍说明 所以说我们说 如果说我们是要算的是 它损益两平的销售收入的话 那它的公式是S等于F除以P减VP除以P 那这个S的话是指的是 指我们的损益两平的销售收入金额应该是多少 那F的话还是我们的总固定成本 P的话还是我们的单位售价 VP的话就是我们的单位变动成本 那下面来讲 我们从这个市值来讲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话 这个跟上面我们计算损益两平的 销售量的不一样的地方是 在市值里面来讲 我们现在要算的不是Q 而是一个什么 一个S S都要指的是指我们的销售金额 然后在市值的右边的话 它分母还是F一样 但是那个分子还是F一样 但是分母的部分的话 是把P减去VP再多考虑一个是什么 就是再多出一个P 那这个公式的由来还是一样 由我们的销售额要等于我们的总成本 就是损益两平的基本一个精神 那我们如果说在这个公式的销售额等于总成本的话 我们把它按公式来表达就是 销售额就是我们的P乘以Q 那这个销售额要等于我们的总成本 那总成本就是等于 总固定成本加变动成本 就等于F加上Q乘以VP 那这个第一列的式子 我们把它整理了一项以后 会变成是说我们的固定成本 F等于P乘以Q减去Q乘以VP 这个也是一样 就是说我们把这一个右边的一项 移到左边去 加的变减的就这样 那我们把第二个式子 再做一个整理的话 F会等于Q乘以P减VP 这个跟我们上一个损益两平应用 销售额的公式都一模一样 但是我们现在如果说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是 可以把它再带进来的话 就是说Q的话会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公式 Q等于F除以VP P减去VP 这个到这里的时候 是我们的销售额量 是我们的等于我们的水一两平消货量 是固定F除以P减VP 就是固定成本去除以 售价减去变动成本 那我们这一个两边 如果说再各乘以一个P的话 就会得到的是什么 我们一个式子的左边的话 Q再多乘以一个P的话 就是等于什么 我们的销货收入 因为我们现在要第二个应用化 是要求的是 它的销货金额不是数量 所以我们把它乘以 左边乘以一个P 就得到销货金额 那左边乘以P的话 等于你右边也是 要再分别再多乘一个P 那P的话就是 变成P乘以Q等于 P乘以F除以P减VP 那这个式子 在左右各乘一个P以后 那我们再把它整理出来了以后 因为P乘以Q等于S的话 就等于我们销货金额的话 会变成是我们的S等于我们的F 本来是乘以P 那我们把P拿到变成 那个分母下面的话 就是这样 S等于F去除以P减VP 夸五再除以一个P 就本来在上面的 那个右边式子的上面 把它移到下面的话 就变成除在分母的下面的一个P 那得到了这个市值的话 就是我们损益两平下的 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消货金额应该有多少 那我们也是把刚才所讲的例子 跟同学再一次的用另外一个公式来说明 这个例子的话就是说 它的消货收入是 这一个一百万 它固定成本是 消货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 这个例子跟刚刚所讲的都一模一样 但是我们把它带进去我们的公式里面 我们会得到 它的固定成本是F是等于 这个一百万乘以百分之二十五 是二十五万 P的话就是一百万的消货收入 除以两千五百个单位 每个单位的售价是四百元 VP的话是四百元乘以百分之五十 等于两百 这些都题目里面的例子的说明 那我们这时候的损益两平的金额是多少呢 就是S等于我们的F除以P减VP除以P 那我们就等于带进去的话 就是二十五万去除以四百减两百 这个就是我们的售价减掉 我们的变动成本的单价 那去把它除以我们的售价 这就是除以P的话 就是那这样一除的话 会得到的我们的这个金额的话 就是五十万元 所以这个我们的例子的话 如果说同样一个例子 如果按照数量来看的话 我们是一千两百二十五个单位 那如果说用金额的话 就是五十万元 那如果说每一个的售价是四百元 你只要把一千两百五十个 乘以四百的话 也是得到五十万元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 同学可以讲到 那只是我们表达应用的方法 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了解了这个以后 我们接着的话 这个是我们知道是要讲损益两平 是在讲说你不赚不亏的 但事实上来讲做生意 没有人说营业的目的只是微久 为了要达到说不赚不亏 基本上来讲我们做生意 总是会有希望有利润 那如果说我们在应用上 可以再把它加进来的话 是说我们的这一个 要如果说是要有赚到钱的时候 那可能我们还要再加上 我们应有的这些利润 应该是有多少呢 那我们这个时候 可能就是要考虑到的是说 还要再加上一个 这一个受议定达到目标利润 那达到目标利润的销售的数量 或金额应该有应该是多少 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这个 先从这个销售数量这个来看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要达到这一个的话 就是要先看到的就是 先达到的就是有这个G 就是说我们再加上一个 我们的目标利润 所以在这个销售数量的话 Q等于F加G去除以P减VP 那这个公式的 它里面的代号跟前面的都一样 但是它的一个公式的由来 还是一样我们的销货收入 等于总成本加上我们的目标利润 那这个总成本加上我们的目标利润以后 我们可以算出来的话 P乘以Q等于F加Q乘以VP再加多 跟以前的例子是只有差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G这样子 那会得到的话Q等于 把它再整理以后 我们会得到的是Q等于F加G除以P减VP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要多达到这个销货量的一个金额 那的数量 那我们如果说举个例子 来跟同学说明的话 也是原来的同样的例子 但是这差别只有差在这个什么地方 同样的例子是说 假公司它的目标利润是35万元 要求达到说能够赚到35万的目标的时候 它应该有的销货量应该是有多少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式子把它带进来 就是F乘以等于100乘以25%是25万 P是400 那这时候来讲 我们要算它的损益的销售数量是多少 固定成本25万加35万 去除以400减200的话 那这得到的就是我们的3000个单位 那同学可以从这个例子里面来看 它其实它的计算跟前面的例子 是一模一样 只是在变数里面再多加上一个 35万的亿计目利润 那这亿计利润就会得到 我们数量就3000个比较多 那以上是我们跟同学有关介绍的事 有关损益两评点 它的这些各种的应用方法 那我们想我们谢谢同学的收看 我们下一讲次 我们再跟同学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